歡迎 瘦山國小的學生們拿起畫筆 小心翼翼沿著草稿線仔細上色 一旁的林鼎社區發展協會志工們 也按照圖樣設計 仔細在牆上均勻塗抹明亮色彩 大家同心協力 裝點社區關懷據點前的白牆 美化環境的成就感 讓他們感到十分開心 不要穿到衣服 不能穿到別的地方 對啊 才能被遞到了 你看 褲子 是啊 不過真的能夠把這邊牆壁 變漂亮是蠻開心的 對 好看啊 好看喔 對啊 之前是都白白的還沒怎麼樣 對啊 以前都是白白的 畫起來都很漂亮啊 為了凸顯地方特色 圍牆上的圖案以龜山地方紋屍 和關懷據點活動為設計靈感 讓鐵道 柑橘 壽山野光陰寺 以及長輩唱歌閱讀等畫面 躍於牆上保存歷史記憶 從那個流民船的鐵路關道 一直到那個龜山的物產 那希望說用這種方式設計 讓更來的那個居民 跟那個老人家 能夠更貼近生活 更知道這邊一些故事 然後順便把這些故事呢 畫出來 然後流傳給下一代這樣 草原龜山林領社區發展協會 今年和壽山國小龍馬科大三方合作 共同改造關懷據點外 老舊斑白的牆面 不僅美化社區環境 社區志工和學生也在貢獻心力的同時 增進對家鄉的認識 以另一種形式記錄 與傳承地方文史故事 外牆的話就是很老舊 自從以前幼稚園留下來 就是很老舊 很骯髒 後來我就是找我們農法科大 有我們當地的居民 還有壽山國小的學生老師一起分工合作來完成 那為了把這整個過程呢 通通紀錄下來 我們也拍攝了一支紀錄片 紀錄了整個這個彩繪社區這樣的一個經過 學生在彩繪的過程當中 跟社區的長者一起合作 那其實這些長者身上有非常多的智慧 讓小朋友認識在地化的一些鄉土的文物 那其實可以讓他認識這塊生長的地方 平凡的白牆在社區和學校的攜手合作下 搖身一面成為敘述文史的彩繪圍牆 不僅美觀好看 也傳承了新舊歷史回憶 成為地方新亮點 記者劉宇晴 檔面報導